你曾經在失憶的人面前分享過你的得意識嗎? 歡迎收看維他命師 施以諾的心靈維他命 我很喜歡已故的美國前總統雷根 他在1980年代的政治人物裡面 算是很有特色的一位 除了他本身的治國以外 他這個人對待人的方式 常常被人家給津津樂道 他在該幽默的時候非常的幽默 可是在該感性的時候也非常的感性 他是一個演員出身的政治人物 據說曾經在美國政壇有人批評他 說他只是個演員出身的人 就說演員出身的人當總統 能夠當得多好嗎? 可是雷根他聽了以後 並沒有勃爛大怒 他曾經很幽默的回應說 我不明白 有的人連演員的工作都做不好 怎麼會覺得自己竟然能夠當總統呢? 這句話其實講得非常的有深意 要當一個領導人 其實必須要懂得與喜樂的人同喜樂 但是與哀哭的人要能夠同哀哭 這個世代很強調要懂得做一個真性情的人 但是一不小心 真性情跟白目之間的分寸 常有時候會不好拿捏 我們剛談到與喜樂的人同喜樂 與哀哭的人同哀哭 坦白講如果我們覺得與哀哭的人同哀哭 有不孕症的姊妹淘的時候 去跟她不斷地曬自己 baby 的一些很可愛的照片 或者是今天有一個學業有成的人 不斷地像一個不太會讀書的人 去強調自己書讀得有多好 這些的分享當然都沒有錯 但是卻是何等的不貼心 親愛的朋友 不要在失憶的人面前暢談自己的得意事 我們人處在得意當中 都會忍不住想要去跟人家分享我們的喜悅 分享我們的榮耀 但是這些喜悅卻一不小心 有可能會刺傷某一些人 得意的事不是不能夠講 但是要懂得挑時機講 挑對象講 這樣我們跟大家的友情 才能夠更加的長久 施以諾的姓名維他命 天天都給力